一公分 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法师各位句是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法聚辟域经》 《法聚辟经》有南传北传战传的 那么我们汉传的《法聚经》 基本上是这四本 我们现在要上的这个是《法聚辟域经》 《法聚辟经》跟《初药经》 就照他们年代 《法聚辟域经》 《法聚辟经》 《法聚辟经》 《初药经》 后面都附有故事 那一般来讲 就是《法聚辟经》再加上故事 那么它把它叫做《法聚辟域经》 那所谓的《法聚》 基本上就是把佛法 把佛陀说的法 那么用寄宋 或是佛陀所说的寄宋 那么把它编辑起来 然后所谓叫做《法聚经》 那这个辟域基本上 以浅欲深 借比欲齿 那最重要的就是 让人家听了 那么能够理解 能够相信 能够欢喜 能够呈显出佛所要说的道理 所以叫做庄严论意 惨发这个意理 能够借这个故事 或借这件事 能够让你很深刻的理解 他要告诉你的道理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法聚辟域经》 好 那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课本 看我们的课本 他说进是西进的 西进是三国之后 统一三国的西进 东进 那么后来变成西进东进 那么佛法在魏晋南北朝 好像算是开始非常的兴盛 那沙门法聚共法利益 那这个是在西进末年 三百多年了 那西进是256年到316年 他大概在三百多年这个地方 那么翻译的 那这两个应该都是 不是印度的人 是应该是西进的人 的出家人 他们两个翻译的 那这个 这两位我们比较少看见 那 他们的生竹年也都不想 就不晓得 所以说对他的这些事迹 我们比较不知道 不是像纠摩罗斯 真帝 这些我们比较熟悉 比较清楚的 那法聚跟法利 那法聚最早的时候 祖法夫 西进最有名的益经者 是祖法夫 益的最多 那 他帮他做过笔录 然后跟这个法利 一同翻译过经典 然后他自己独立也翻译过很多经典 大概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 还要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也稍微再了解一下 所谓的法聚经 那法聚经是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 就已经有结集的经典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结集的阿含经 是 我们现在的阿含经 是大家设结集的 但是法聚经是在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 在佛陀时代 就结集的 那这个在 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他说记载阿纳利有一天早上 一早起来 就在那边送法聚经 那这法聚经 是佛陀时代就有结集的 那因为佛陀时代就有结集 也流传在民间 所以据说大家在结集的时候就没有把它那纳进来 那到第二次结集的时候才有把它纳进来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是有关于所谓法聚辟域经 我们大概说一下就可以了 那现在来看课本第一页 那么第一卷 叫做无常品 那这个标题很明显的告诉你 诸行无常 世间无常 那告诉你无常目的是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告诉你 要把握 把握得人生的这个 这个机会 这个时机 要好好修行 基本上都是讲这样 好 那我们先来看无常品第一 他说 习者天地 是 这里是天地是 武得离生 好 那天地是 天地是 就是 一般有时候叫第四天 那么 第四 其实就是道立天主 四体还阴 他的名字叫做四体还阴 那这个四是指 他的名字简称 天地四 天地四体还阴 这我们稍微想一下 这个天是指道立天 道立天主 就是道立天主 像皇帝一样 道立天主 道立天主 他的名字叫四体还阴 所以这里简称叫做天地是 那有时候会叫做第四 有时候叫做第四天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其实就是我们民间讲的 玉皇大帝 那玉皇大帝 大概就是 他的神格 基本上就是 印度的道立天主 那他管三十三天 就是他那一天里面 总共有 他不算的话 底下有三十二个王 然后他是 他是最大的 那东西南北各有八个 那总共加起来就三十二个 包括他就叫做三十三天 那是在道立天的 就在玉界天的第二天 那他说他五得离生 那五得离生 一般的经典写作五衰象限 五衰象限 就是他的生到天上都有他的功德 就是他有他的德恨 那么就是他的福报 那这个五得离生 其实一般就叫做五衰象限 就是他的福报要用完了 他的福报要用完了 所以他开始陷阱那个衰象 就好像我们就是衰老一样 就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了 那天人不跟我们一样 天人不会老 但是他会有衰象 衰象陷阱他就要死了 那我们不是我们是老病 要死之前通常都经过老跟病 然后慢慢慢慢 然后就进入死 其实是这样 那天人没有 他一旦有衰象限 他基本上就表示说他要死了 那这五种 所以他说自知命迹 当下生世间 那么天人都知道 那么他差不多这个要离开这个天上了 福报用尽了 那通常 通常众生 众生会死 不管你是天啊 人啊 鬼啊 畜生啊 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 人会死 基本上 主要 其实主要就是两种原因而已 一种叫做寿命禁 一种叫做福报禁 那么寿命禁 比如说一般来讲 比如说一只狗 他可以活十年 十年到了 他就差不多要死了 顶多再多一点 十五年 十二年 十一年 那人的话 假设说活一百岁 那每一个时代的人活得不一样 那最少十岁 最多有八万四千岁 这弥勒佛那个时代的人 可以活八万四千岁 那释迦佛时代的人大概就是 一百岁左右 然后如果 就是 这个 这个节出 就是说 这个节到最后 增减的到最后 最低最低 人寿只有十岁 那么 就大概就只能活十年 那么 超过的有 那不会太多 大部分是活不到的 活不到那个寿数 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 假设 这个时代的人 可以活八十岁 假设 那 这个 超过八十岁的不多 不到八十岁的很多 基本上都是这样 四大洲都是这样 只有北聚如洲 四大洲里面 东圣神洲 西牛 赫洲 南岩福亭 都是 都是活不到岁数的比较多 活足岁数超过的比较少 那北聚如洲的人不一样 北聚如洲 他的福报 算是比较好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 都可以活到足岁 那天人来讲 天人来讲 基本上 多数都可以活到足岁 所以受命禁 就表示他福报也禁 因为他是依福报而升天的 他的福报用禁 他大概升天 升哪一个天不一样 如果升道立天 假设活一千年 假设 我们只是假设 他活一千年 那一千岁到 就表示他的福报用完了 他就要死了 所以天人基本上 福报禁跟受命禁是一起的 那人就不一定 人受命禁 福报没有禁 他也要死 福报禁 受命还没禁 他也要死 那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是受命禁比较多 但是有一些人 那么受命还没禁 比如说他这一世来 依他的前一世的一业来讲 他这一世可能可以活八十岁 但是这一世 他伤身害命 作恶多端 不孝父母 那么又浪费 反正这一些 他很快把他的福报用完了 就是损服 你损福报 那损福报 基本上就是 你做了一些缺德的事 缺德就会损服 那特别是像杀生 然后忤逆这一种 这一种就 这一种就 伤害比较多的人 那么这一种就损服快 损服快 虽然你的寿命还没禁 你还是要死 那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说 只有少数的人 也有少数的人 他的寿命已经禁了 但是他因为忽然间造了很大的福报 他可能何以元寿 那其实是这样 好 那天人的话 天人的话 福报禁大概寿命也禁 寿命禁福报也禁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会开始显现一些 一些现象出来 所以他自知命禁 当下生世间 好 那天人跟人不一样 人可能升天 可能跺三二道 天人不会再往上升 天人基本上都往下掉 为什么 到天上 不太容易修行 也不太会修行 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修行 所以天人往上升的 非常非常少 虽然天上 刀利天也有在说法 刀利天也有在说法 但是 他们要修福报的机会不大 不大 因为天上大家都过得很好 你也不用布施 也不用慈戒 也不太用忍辱 那么 而且因为天人太幸福了 所以即使听到佛法 他也不会及时行道 所以天上的天人 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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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都是享受福报而已 那福报进了 他就要往下掉 他不太可能说 比如说 御界天的人不太可能说 修禅定到色界天 很少 几乎没有 天上有修行的大概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生文的禁度 叫做五禁居天 那正的三国的人 升到那个五禁居天 那个是在色界天 色界天 色界天 色界有十八天 那四禅有九天 那四禅最后的那个五天 无凡无乐 善见善献色就禁 那大家先听一下就好 那有空我们再来 再来慢慢讲 就是大概这五天 那么他因为他已经证三国了 那他到那里还是继续 所以他就在那里证阿罗汉 那其他的天 升到天上因为太享福 多数不会再修行 所以真正想修行的天人 都希望 在阿安经里面有说过 都希望死了能够升到 人间有佛法的地方 所以天人 天人过去 在人间有修行升天的 他希望他这个天福想见 下来的时候 可以升到有佛法的地方 有三宝的地方 可以继续修行 其实是这样的 天上不容易修行 天上就是 他比较庄严 他活的寿命长 他的福报大 失一得一 失实得死 他吃饭不用去 不用去买米 米不用去种稻子 都不用的 他想就有想就有 衣服不要去买布 不用去纺织 他想就有 也不用去裁缝 一想就合身 自动合身 所以我们叫做天衣无缝 无缝 就是不需要裁缝 天人吃饭也不需要 不需要我们 就是去张罗 也不用洗碗 都不用 那因为过得太享受 所以没有苦 没有苦 不会想要修行离苦 不会 所以多数的天人 寿命禁都往下掉 所以他说自知命禁 当下生世间 那天人 天人是这样 他出生的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 他从哪里来 他是化身的 跟我们胎生不一样 而且一化身 大概就是五六岁的小孩子 或是四五岁的小孩子 不一定 那他一开始就会想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人间 台湾来的 然后我为什么会生到这个天上来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刀利天 第几天 那我为什么会生到这里来 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拿个道场 受八观灾戒 然后布施慈戒 所以有这个福吧 我生到这个天上来 他会知道 他自己就会溢起来 他就会知道 他为什么因缘生到这个天上 这里是哪里 然后他要死的时候 他也会知道 我要死了 我会死到哪里去 基本上天人都比较有这种能力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的 但是有少部分的人也知道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到哪里去 我如果这里受命中 我要到哪里去 只有少部分的人知道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但是天人大部分是知道的 好 所以他才会说 自知命迹 当下生世间 生到哪里去呢 生到桃作家受驴胞胎 就是一个做桃的人家 因为印度有很多那种 做桃的 桃器的 装水的 装饭的 装什么的 因为他们都要去拿水来干嘛 很多桃器 那么 天人他会知道他要生到哪里去 他知道要生到这个桃作家 这是烧桃的这个人家 那么 不是生到这一家人去 生到这一家的人的那个驴 他有养驴子 那么以前的人在这里 就是这些桃作 就是做桃的这些人家里面 他有养驴 养驴做什么 要磨 那个驴会磨 或是在这个做好的桃去市场卖 那我们像我们台湾比较少养驴 多数都是养牛 养牛 那么很多东西都用牛车在 那他那里是拥有驴 所以会生到驴包 他就是做畜生道 做驴 那么生到那里去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一开始讲这一件事 那我们说过这个叫做辟育经 辟育经 基本上就是底下有一个祭宋 那这个祭宋 他给他配一个故事 那我们知道以前那个法剧经的那个祭宋 是便于背诵的 他只有祭宋 没有故事 所以 他把原来佛为什么讲这个祭宋 或为什么有这个祭宋 把那个故事再说出来 那有一些故事当然是编的 或是有一些故事大家流传的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对照不同的版本 你会发现 有时候讲的故事不太一样 有时候完全不同的故事 一样的故事这样情节不一样 结果我们会发现到这样 但这个没关系 他重点是在给你讲道理而已 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 好 那这里来讲 那什么叫做五德 什么叫做五德 那通常五衰向线的话 那么讲的差不多差不多 但也不完全一样 那第一个 五德就是他的五种福德 因为天人都有福德的嘛 才升天的嘛 第一个 身上光灭 那这个就是天人都有光 那身上光灭这件事 如果在其他的经论里面讲 通常都是讲衣散够逆 就是他穿的衣服脏掉了 衣散够逆 通常是这么说 但是这里是写 身上光灭 就是身上穿的衣服脏掉了 天人的衣服是不用洗的 像我们穿脏的就要洗衣机 洗要用手洗 他不用 他不会脏 就好像那个荷叶你知道吗 他不染成他不会脏 那天人的身体也不会脏 他身上穿的衣服也不会脏 那这里是说 这里没有用衣散来讲 就是他用身上光灭 他身上有光 那基本上来说 人的身上也有光 人的身上也有光 可以说有情的身上都有光 那只是光的范围 大小强弱不太一样 还有颜色不一样 那么最大的光当然是佛 金光 而且可以照耀三千大千世界 那人要看 那这些光从哪里来 其实他就是一种能量 我们叫做一种磁场 那你善 善的能量 那么解脱者的光就比较强 那么再来就是善 善的力量也有光 恶也有 但是那种光就比较暗 比较不好的 那个就不叫做光了 就是说你如果福报越大的 光就越长 光就越大 那么智慧的光 跟福报的光又不太一样 那天人 天人其实是有光的 那他身上的光已经减少了 就好像那蜡烛 蜡烛开始光要暗了 就表示这个蜡烛快烧完了 一样的意思 那这里是说身上光灭 那但是这个比较少经论这么说 通常都是说衣上够腻 身上穿的衣服脏掉了 通常是这样的 那么第二个头上花尾 就是天上会下花不会下雨 人间会下雨 那没有下花 但是天上会下花不下雨 那天上下的花掉下来到地上 那没有多久就自动不见了 他也不用少 那天人的头上基本上会有花 那这朵花不会凋谢 就不会凋谢 就好像我们头上有头发一样 那头发开始变白啦 或是开始变没有啦 或是怎么样啊 就表示老了 当然也有人年轻就白了啦 那但是就是说 天上的天脸头上的那个花 他如果他活一千年 那个花就一直一千年 不会凋谢 不会枯萎 不会枯萎 那你看那个花要枯萎 就表示花要凋谢了 那天脸头上的花要凋谢 就表示这个天脸要死了 那头上花尾 那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 然后第三件事 不乐本座 那天人他有宫殿 不同的天福报不同 宫殿大小不一样 那如果是天地式的话 他就有那个 有那个天地式座的那个位置 本座 就是他的比如说他 他自己有他的座位 那有些天人他也有 那么这里是讲 这里是讲第四天 就是刀立天主 那如果在阿含经 《正义阿含经》里面 不是讲刀立天主 他是讲天人 刀立天子的天人 天子的儿子 他这件事 所以说不同的故事 讲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是没关系 他都在讲这件事 那不乐本座 就是他坐不住 坐不住 那一般的天人 他的威德到的时候 他坐的是坐很稳 坐得很稳 那福报稳固 那如果他的福报不足 福报不足 就好像地际不稳一样 他坐不稳 坐不稳 坐不稳 坐不住 这个叫做不乐本座 就是 其实他就是身心躁动 身心开始躁动了 那么身心躁动的话 就不乐本座 那个就表示他的福德要不足 其实是这样 那第四个 夜下汗臭 通常 通常天人不会出汗 就算出汗也不会臭 那么开始 开始夜下会出汗 而且有味道 有味道 这个也是表示他快死了 他身上有味道 那么开始觉得身体有汗 而且有汗错味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表示 他就知道他快死了 那么我们人其实也有 人就是说 人 人如果快死了 他也有一些征兆 有些人会知道 我已经快死了 就是 鼻涕 或是大小便失禁 反正就是这些 然后他有时候他会知道 我已经快 快 快要死了 这个身体 好 那么第五个 尘土着身 尘土着身一般来讲 他是说身体臭灰 那或者尘土着身就是 依上垢腻 那么一个就是 除了这前面讲的 有的就是身体臭灰 就身体 身体开始会脏 身体臭灰开始会脏 那么这五件事 这五件事就叫做五栓向线 那也叫做五德离身 就是这个是法剧批经讲的 用五德离身 一般都叫做五栓向线 五种栓向出现 五种栓向出现 那表示 他的一些福德 已经快没有了 基本上是这样 好 以此五世 自知福静 因为这五件事 知道自己福报要进来 所以他非常盛大仇忧 就好像有一些人 觉得我已经快死了 怎么办怎么办 年轻就快死了 他就会很担忧一样 因为天人不太会老 天人不老 不病 但是他会死 有一些年轻人 他检查出来 只剩下一个月 三个月 他很担心 天人 因为他不老不病 所以他死了 他一下子 即使他知道他寿命近 他也很难接受 他也是会仇忧的 因为众生都怕死 好 所以他开始想 自念 自己这样想 三界之中 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稍微说一下 一般我们把它说三界六道 好 欲界、色界、无色界 界是类别的意思 就是生命 有情的生命 他基本上 我们把生命 佛把把生命 生命体 叫做有情 有情 有情事 有情爱 有情 生命 生命本身分三大类 在佛教里面分三大类 那么一个叫做欲界 这个界是类 色界、无色界 那我们人是在欲界里面 那欲界有六道 欲界有六道 有些说五道 那么天、人 我们在这里 阿修罗 鬼 鬼通常叫做恶鬼 因为恶鬼比较多 畜生 叫旁生 然后地狱 那我们是在这里 那人又有四大洲 那么这里都是天 色界、无色界都是天 所以天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 那基本上就叫做三界六道 那四提黄音在这里 那天有六天 天欲界有六天 四王天 四王天 那么刀立天 刀立天、燕魔天 我写一写再给你们看 刀立天、燕魔天 刀立天、燕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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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在这里 一般我们说的魔王 天魔犯、燕魔犯 那过来就是色界天 色界天一开始就是犯天 出禅是犯天 犯众犯虎 然后后面还有 还有很多天 这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犯天就是我们说的上帝 那佛教里面叫做大犯天 大犯天王 大犯天王 一般有时候把它叫做施器 那么这个 他画自在天 一般是我们一般说的魔王 他为什么叫魔王呢 因为他以这个欲界天所有众 就是六道这些众生的 远的快乐为快乐 那么你快乐他就快乐 但是你要出 你要出他的境界他就不快乐了 所以他一定不会让你出 出这个欲界 你要出欲界他不欢喜 所以他会障碍你 威胁利用让你不得出 出这个欲界 所以我们把它叫魔王 那你好好过生活 不要想着要出境 那就没关系 那你如果要修行 要出欲界要出三界 他就会障碍你 那他障碍不一定是伤害你 他有时候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 知道你贪财他就让你赚很多钱 你开始要修行 生意就更好 那让你有很好的姻缘 知道你贪色 就找来你最喜欢的人 就忽然间就喜欢你了 反正就是这样 那所以有时候 我们把这个他画之间叫做魔王 那这个是明乐菩萨住的地方 这个是第四天住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里 那天人基本上都会往下掉 那这个故事里面的天人多到畜生道 那畜生道有很多种 高等的畜生 堆等的畜生 他多到驴 做驴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三界六道 一般我们讲三界六道 那六道都在 六道玉天 玉界 玉界都在 这个都在玉界里面 那色界基本上 这个都是有禅定 这个寿命就更长了 这个寿命是算节的 这个还是算几千岁几万岁而已 这个是算节的 这个是算几万大节的 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越上面 他的福报越大 寿命越长 享受越好 大概这样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他这样想 三界之中 就是 其实就是 这个世界里面 讲大一点 就是这个宇宙里面 这个三界中 就是一切众生 寄人苦恶 唯有佛 能够帮助人 就是能够帮助众生 因为他也不是人 他是什么 他是天 那佛是仁天师 其实是一切众生之师 但是因为只有仁天可以修行 仁天可以解脱 所以基本上叫仁天师 他说在三界中 能够帮助 有情众生 那么 离苦得乐的 苦恶 就是能够让 有情众生可以离苦得乐的 就只有谁最有办法 只有佛 那么其实并不是只有佛 其他的天人 其实也可以帮助 但是 他这里的苦恶 并不是说 你没有饭吃 如果你没有饭吃 我给你饭 不一定要佛 你生病了 我带你去看医生 也不一定要佛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能够让人家真正 离苦得乐 离的是什么苦 离的是沦违的苦 当然佛 佛有很大的能力 可以帮助很多众生 解决很多问题 佛陀说的法 就叫做灭苦之道 其实我常说佛法就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受苦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件事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离苦 离苦的方法是什么 基本上是这样 佛法最重要是讲这些 那么 说只有佛 就是看来看去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佛是最有能力的 其他人虽然有能力 但可能不究竟 不圆满 不广大 好 于是奔驰 就赶快到佛那边去 就是他从天上下来 到佛那里去 那那个时候佛在奇舍绝山十四中 奇舍绝山就是我们说的灵灸山 灵灸山在摩羯陀果的王舍城 那在佛法里面 有两个地方 就是你会常常看见 佛四十五年 有超过三十年的 三十年是在这两个地方 四十五年当中 大概有将近三十年是在这两个地方 那么一个就是舍卫城 这个是最多的 舍卫城是乔萨罗果 乔萨罗果的舍卫城 以及摩羯陀果的王舍城 一个是摩羯陀果的王 这两个离得很远 有点像是从台北到台南 就是假设一个地区 就是两两边离蛮远的 佛头的活动范围 那么一个是摩羯陀果 他叫做王舍城 舍卫城有时候叫舍卫国 其实他只是一个都市 他不是一个国家 但是通常有时候叫舍卫国 马星是舍卫城 这是王舍城 乔萨罗果的舍卫城 佛头在这里至少有二十二年 这里大概有七八年 基本上这两个地方合起来 这两个地方合起来 基本上就差不多三十年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屁舍离 在中间 在摩羯陀果跟乔萨罗果的中间 好 那先讲这两个 乔萨罗果 现在我们说的是摩羯陀果的王舍城 王舍城主要有这个竹林金色 它是第一间寺院竹林金色 那么舍卫城这边有奇远金色 奇数及孤独远 那么还有在灵鳩山 灵鳩山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奇舍绝山 灵鳩山 佛陀也常常在那边缩法 就是常常缩法的地方 那奇远金色也有三件事业 还有另外在东边还有一个东远金色 陆子姆讲堂 但主要是奇远金色跟竹林金色 灵鳩山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乔萨罗果的国王 乔萨罗果的国王 乔萨罗果的国王是波斯宁 皇后 皇后是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 摩羯头果的国王 品婆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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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是韦提西 他们各有一个不孝子 这个是匹琉璃 琉璃王 灭世家族的 这个是阿哲氏 这个是匹琉璃 帮助提伯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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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破合合生的 不过阿哲氏往后来参为 那帮助大家设结极经典 不过他们 你看 你看哦 这个波斯尼跟莫利夫人 那么扶持佛法 那么扶持佛法 那 品婆娑罗罗跟韦提西 也那么扶持佛陀 他供养的阿罗汉 不叫有多少 那么佛陀也都是供养的 你看福报修那么大 他仍然有不孝子 他仍然有不孝子 所以你不要埋怨说 我都 我又受五戒 又受八观摘戒 又布施 又持戒 又吃素 我命为什么这么苦 人家你做的有他多嘛 你做的没有他多啊 就业就是业啊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 看在你 看在你 这么虔诚的份上 佛陀示你免苦 没有种事 你也要自己说 做了就自己说 但是 但是他因为知道 他受这个苦 他不会埋怨 其实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护持 护持佛陀那么大 莫利夫人也是啊 你看 而且很有智慧 他都出了一个不孝子 而且都对佛教有伤害 这个是灭释迦旗啊 匹琉里去灭释迦旗啊 灭释迦旗啊 那这个 这个是赞助提伯达多 达多 他没有迫远旗 他没有迫迫迦旗 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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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 迫迫迫迦旗 迫迫迫迦旗 提伯达多 业迫迦旗 这是我们讲到 现在讲的是摩羯陀果 在灵鳩山 在这里 佛陀那个时候在这里 那是最早的 最早的在竹林经社 后来须达多去竹林经社听经 听了正出国 赶快回到 赶快回到他的故乡 乔萨楼果 找一块地要盖金社 就找到齐陀太子 他们有一个齐陀太子 跟他买地 跟他买地 盖了齐远金社 后来就大部分都住在齐远金社 所以这个地方是佛陀比较常 常说法 常在这个地方 最早是在竹林经社 然后也在灵鳩山 这个地方也很多 讲过很多经 好 那这个时候 他说佛在齐舍绝山 其实就是灵鳩山 这十四中 十洞里面 坐禅路 普际三妹 这个普际三妹 我查所有的经论里面 没有这个三妹 所以我们先稍来讲一下 那这个是翻译的问题 从他翻译来看 那佛教有三妹 三妹又叫做三摩地 又叫做三摩体 其实就是心专注在一个境上 我们先讲一个三妹 先讲三妹 如果依生文的法来讲 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小圣 就是依世间的说法 小圣大乘来说 那三妹有时候叫做三摩地 有时候翻译叫做三摩体 那依生文法来讲 三妹就是定 就是定了禅定 如果依大圣法来讲 大圣法的三妹是定会均等 它是重在定 就四禅八定 多知三妹 那么但是大圣的三妹 基本上是定会均等 定会等词的 定会等词 那这个小圣的定 就比较只是定 它叫做心与尽性 心在一个境上 那么非常的专注 心与尽性 那这里讲的普济三妹 它有很多的三妹 三三妹 百八三妹 五百三妹 非常多的三妹 无量三妹 但是经文里面 因为现在查很容易 没有普济三妹 这种三妹 但是它是翻译的 所以普济的意思 普济的意思 很容易就知道 它是什么 普济众生 普突众生的意思 那么普济众生 假设入普济三妹 因为它这是这个定 它主要是定 所以它后面有讲到 它后面有讲到 这个 佛从三妹起 下面一行 佛三妹绝 就是从三妹起 很明显的 这个是比较偏向于这里定 下面有佛 下面那一段 佛三妹绝 就是从三妹中起 就是在第几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行 佛三妹绝 所以它是 平向于这种定 那从定中起 那这种如果是 如果普济三妹 是一种定的话 那不是像大圣那一种三妹 这个基本上 可能甚至是指 无量心 无量三妹 无量三妹就是 是无量心 慈悲其者 它是修定的 持无量心 喜无量心 就是无量心 它叫做无量心三妹 或叫做无量三妹 这个基本上就是 散发对十方一切众生的慈悲喜 平等 渊亲平等 那么这个可以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那么普济三妹 很可能就是说 它是说 那路这个 路这个 慈悲其者三妹 就是无量三妹 我说叫做无量心三妹 那这个只是我们猜测的啦 因为你找不到有福济三妹 这种三妹嘛 那他说翻译的时候 这个应该就是 有可能是这样 好 那这个不是重点 就是那个时候佛在路定 他只是给他一个福济三妹的 那这种三妹就是要怎么利益众生的嘛 慈悲其者 那这个就跟这个故事有符合嘛 因为他想说佛能够度一切众生的只有佛嘛 所以这个时候佛路 路这个无量心三妹 就是说普济三妹 有可能是这样啦 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 他一定是这样 不过 不过因为没有普济三妹这种三妹 好 他说天地见佛 那么这个时候第四天 天地就是这个尸体环音 就是我们讲的玉王大帝 因为他五衰向陷了嘛 那不过我们说正义阿昂不是说他 是说天子 那么这个时候他来 因为佛在灵鳩山的山洞里面 那么他就来跟佛顶礼 顶礼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上字下诚法师主法 日期5月15日星期一到5月16日星期二 恭送大佛顶首嫩严金 5月16日星期二圆满日 下午三点释放余节宴口 法会地点 起源苏食百会素食餐厅 彰化县圆林市大同路一段455号三楼 恰询电话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山法义共睹佛恩 佛教慈悲日夜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 天吉利好语 连同七一段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 一位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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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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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